三四題 就是把剛才第三第三題說 它浮出來多的部分把它切掉 切掉之後把它丟回去水裡面 問我們說 有關於這個木塊的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說 木塊就可以恰好完全沒入 這個是錯的 因為呢 它原來木頭在水裡會浮起來 切掉一部分之後呢 它還是會浮起來 那所以它就不會恰好完全沒入水中 所以前半句是錯的 那後半句所有的浮力會減少是對的 我們待會再跟各位說明 所以選項B它會下沉 這也是錯的 因為東西會上浮或下沉 是跟密度有關 如果它的密度呢 比液體比水來的小 它就會浮起來 如果它的密度比液體或者水 來的大它就會沉下去 那麼它今天你只是切掉部分 它的密度並沒有發生改變 所以原來是會浮的 後來還是會浮 所以會下沉 浮力會增加是錯的 那麼選項C也是錯的 它不會完全沒入 它的浮力會減少 那麼所以答案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 豬 木塊會上浮 而浮力會減少 那為什麼會上浮 因為剛剛講過了 因為它的密度 比我們的水來的小 所以它就會浮起來 那為什麼所說的浮力會減少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說過了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你把它砍掉一部分之後 它的重量就減少了 所以它丟下去的變成浮體的浮力 就會等於它所減少的重量 所以它的浮力就會減少 所以我們第三次的答案要選擇的是 我們把它切掉之後 丟下去它的木塊仍然會上浮 但是它的浮力會減少 我們答案選豬